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聊老干妈辣椒酱的成功创业故事 他没上过一天学,只认得自己名字的三个字 没有任何的财务知识 但他喜欢钻研,记忆力也惊人 不畏艰难,执着于想做的事情 对现今几乎偏执的重视 绝不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每一次迈出扩张的脚步都甚至优胜 2012年,他以36亿身家登上胡论中国富豪榜 他就是老干妈桃华碧 老干妈到底是什么成功的 一起来看看老干妈的名人创业故事 从中学习创业成功的经验 桃华碧出生在贵州省梅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 由于家境贫穷,从小到大没读过一天书 20岁那年,他遇见206帝制队的一位会计 两人相恋结婚,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 扔下了他和两个孩子 丈夫去世后,没有收入来源的桃华碧为了生存 去外地打工和摆地摊 1989年,桃华碧用省市检用积赚下来的一点钱 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的一条街边 用四处捡来的砖头盖起了一间房子 开了个简陋的餐厅,取名石会餐厅 专卖凉粉和冷面 为了佐餐,他特地制作了麻辣酱 专门用来拌凉粉,结果剩意十分兴容 有一天早晨,桃华碧起床后感到头很晕 就没有去菜市场买辣椒 谁知顾客来吃饭时,一听说没有麻辣酱,转身就走 这件事对桃华碧的触动很大 他一下就看足了麻辣酱的潜力 从此潜心研究起来 经过几年的反复失智 桃华碧制作的麻辣酱风味更加独特 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 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他的麻辣酱 后来他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共互应求 有一天中午,桃华碧发现周围十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 生意都非常红火 而这些餐厅生意红火的共同原因是 他们都在使用从他那里买来的麻辣酱 1994年11月 石灰餐厅更名为贵阳南明桃色风味食品店 凉粉和冷面没有了 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 然而专一的生产依旧满足不了庞大的顾客需求 1996年7月 桃花碧租建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房子 办起了食品加工厂 专门生产麻辣酱 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 刚刚成立的辣酱加工厂 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工做坊 没有生产线 全部工艺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当时倒麻椒 切辣椒是谁也不愿意做的苦菜式 桃花碧生鲜士族带头剁辣椒 以至于后来换上严重的尖周炎 十个手指的指甲也全部该化 甘生产辣椒酱时 找不到合适的玻璃瓶盛装 于是桃花碧找到桂阳市第二玻璃厂订货 却被拒绝 桃花碧便与他们谈判 哪个瓦尔市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啊 都是满满长大的嘛 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 我就不走了 就这样桂阳二波厂 与老干妈结下了不解之缘 甚至因此躲过了国企倒闭狂潮的侵袭 至今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 都由桂阳第二玻璃厂生产 二波的四条生产线 有三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做仿生产的老干妈需要销路 桃花碧就走街串向到各单位食堂和路边商店推销 卖出去的再收钱 卖不出就退货 用这样的笨方法让商家答应失销 结果推出去的辣椒酱很快脱销了 老干妈也开始扩大生产 1997年8月 桂阳南名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工人增加到200多人 她话必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头多辣椒 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 工商、税务、城管等很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 政府有关部门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 除此之外她还要经常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 有时还送命上台发言 这么多庞杂的事物 大致不时一个的桃花币是怎么处理的呢 公司成立后 桃花币的长子李贵三持去铁饭碗 回来帮母亲经营 1998年在李贵三的帮助下 桃花币制定了老干妈的规章制度 外界没人看过这份制度的原文 但现任总经理谢邦银说他们没有员工手册 所谓的规章制度其实非常简单 只有一些诸如不能偷懒之类的句子 更像是长辈的教会而非员工必须执行的制度 就靠这样一套如美国宪法办没改过一个字的简单制度 老干妈11年来始终保持稳定 公司内部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老干妈的机构组织也很简单 没有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只有五个部门,桃花币下面就两个主管 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行政 谢邦银笑称自己就是个业务经理 因为总要铺到一线拼命 桃花币还相当体恤下属 在公司没有人叫他董事长 全都喊他老干妈 公司2000多名员工 他能交出60%的人名 拼击住了其中许多人的生日 每个员工结婚他都要亲自当征婚人 除此之外 桃花币还一直坚持他的一些土原则 隔三差五地跑到员工家窜门 每个员工的生日到了 都能收到他送的礼物和一碗禅寿面 加两个荷包蛋 有员工出差 他像送儿女远行一样 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 一直送到他们出厂坐上车后 才转身回去 老干妈的管理团队 大概是中国目前大型企业中 最神秘的一支 桃花币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就是 不能接受外界采访 港间对这支团队的评价 大致为忠诚、群勉、低调 而其长子李贵三离职的原因一直是一个谜 从作坊时期开始 无论是收购浓民的辣椒 还是把辣椒酱卖给经销商 桃花币永远是现款现货 到现在热销售额经过Chain One的他 始终坚持这个原则 老干妈没有库存 也没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只有高达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桃花币从来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 唯一的贷款是在他发达之后 银行不断托人找上门来请他贷款 却不过请面才勉强贷的 桂阳市商业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桃花币对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你们就是想找我点利息钱吗 2003年 一些政府领导曾建议桃花币公司借壳上市 融资扩大公司规模 这个在其他企业看来求之不得的事情 却被桃花币一口否决 桃花币的回答是 什么上市融资这些鬼名汉 我对这些是懵的 我只晓得炒辣椒 我只干我会的 我坚决不上市 一上市就可能倾家淡产 上市那是欺骗人家的钱 有钱你就拿 把钱圈了 喊他来入股 到时候把钱吸走了 我来还债 我才不干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年轻的一个道理 人有压力就有动力 有观言感叹 和老干妈谈融资 搞多远话 比和外商谈投资还要难 老干妈串理初期 李贵山就曾申请注册商标 但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以干妈市场用称呼 不适合作为商标的理由驳回 这给了仿冒者可乘之机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 50多种老干妈 桃花币开始花大力气打假 他派人释出卧底调查 每年拨款数百万元成立的 贵州民营企业第一支打假队 开始在全国打假 但繁忙的老干妈就像韭菜一样 割了一桩又出一桩 特别是湖南老干妈 山标和贵州老干妈 几乎一模一样 桃花币不依不老地 以湖南老干妈打了三年官司 从北京四二中原 一直打到北京四高原 还述次斗法于国家商标局 此案成为2003年 中国十大典型维权案 2000年8月10日 一审法院认定 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 风味斗骨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 湖南老干妈 过程不震荡竞争 判决期停止使用 并销毁在未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钱 以贵阳老干妈公司 相近似的包装品品贴 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这意味着 两个老干妈可以同身共存 这是桃花币无法接受的 他很快提起上诉 期间有很多人 劝桃花币放弃官司 但桃花币面对 前来劝解的人就一句话 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干妈 他们就是假货 难道我还要怕假货吗 最终桃花币和湖南老干妈的官司 在两位贵人的吉利周旋下得以终结 2003年5月 桃花币的老干妈 终于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注册证书 同时湖南老干妈 之前在国家商标局获得的注册被注销 桃花币何以成功 老干妈何以不断赚打 老干妈到底是怎么成功的 这是一个秘诀 但却又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答案 说是秘诀 什么都没有的桃花币 不可能没有成功的秘密 说答案人人皆知 则更是实话 对机会敏感 李嘉诚的最初成功 是抓住香港地产和港口发展的机会 丁磊拿捏的是互联网 朱宝国稳住了保健品 桃花币则是上世纪90年后期 在大家认为没有大钱做不成生意的年代 做成了大生意 想当初他抓住的不过只是卖粮粉时 半酱料畅销的小小机会 诚信 做生意要诚信 这几乎谁都知道 但事实上很多人还是做不到 桃花币以前没听过文周周的诚信 但他以一个农民的朴实本质 做到了诚信 也做大了生意 凝聚力 企业初创 仅几个的苦干 巧干 甚至有一点蛮干就可以 但往后呢 员工多了就要大家领成一股线 很多优秀企业配有股权基地 企业文化 一曲同工 桃花币有情感投资 与情感人 职业经理人 桃花币不识字 不懂算账 这不要紧 他请来自己的儿子 更放胆请来很多专业管理人员 还将他们送去培训 进修 只认识三个字的桃花币 每一点信入都按合最新最全的管理大权 因而老干妈的成功是神奇 而远远不是神话 直到现在 桃花币也只能认得仅有的三个字 桃花币 然而他却给很多中国企业留下了一套 值得揣摩的经营管理理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小片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以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片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